在前面那个视频里面 说林立国没死了 我说他就是现在张宁的那个藏国 我认为他是整龙了 各位整成林彪那个样子 因为林彪是 当然就是他们家的代表 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 我认为这从心理念 心理学上面很可能是 他有这种对世人表达的这种欲望 为了增强他的表达 他就是说 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猜测 猜测 为了增强他的表达 他还要跟张宁结婚 因为张宁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整个中国的人都知道 然后他要跟他结婚的话 他又像林彪 整成林彪 这个表达的就更强烈 说到他那个飞机在蒙古 蒙古的那个事情 当然我们就没办法说了 因为他说的说是那个林彪 那个是真的林彪 他是这么讲的 但是你想 但是想想来 有一种说法 说普京是林彪的儿子 我认为 我认为这个也是有这个可能的 然后苏联方面如果撒谎的话 也是有可能的 很可能普京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 也是跟林彪有关系的 我感觉 还有这个说 我在陈破空那个视频里面 也听说林彪 在解放战争当中 或者说在内战当中 好像是说林彪力的功劳非常大 好像是 是说三分之二的加上 都是他打下来 我忘记了 这个数据 反正他就是这个功劳特别大了 然后 野心都是有野心 野心就是 从正面的角度来说 可以说成是 有理想 有理想 但中国的传统 就不是这么讲 他们就说 你想夺权的话 就是有野心 是这么讲的 然后 还有一个细节 非常重要 就是说 571工程 那个笔记本 就是 好像是故意放在那个屋里面 那个 那个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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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屋里面 他们平常聚会 聚会的那个屋里面 是空军 空军的那个 他他故意放在那个屋的当中 非常 反正非常明显的地方 相关表述的人 他们也觉得这个 这件事情很奇怪 至于说 那边 那边的那个 林彪的那个 在 在 在 蒙古境内的那个尸体 那几个尸体 几具尸体 好像很早就 就被他们给处理过了 或者说 或者说相关的人也可能有 不一定会说真话 他跟张宁结婚的 这件事情 也是很可怕的 那 那很可能就 张宁后来结婚的 那个丈夫又跟他离婚了 为什么离婚呢 这就说的很 这就很复杂 那也许这个呢 已经他体会到什么事情了 他就只好离婚了 那为了让他要去 到那边去结婚 那当然他的儿子得死掉 因为女人的话就是 又在中国内 女人的话 一般有一个孩子 也就能过满了 那如果没有孩子的话 他就 要么 要么立早能结婚 要么就出家了 大概就这种 这种出路 这种想法 所以他那个儿子 肯定要死 要死掉 所以说 有的政治上的事情 也是很残酷的 这是我的看法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逃出去 不是说 视频 我就前一阵子看了很多关于林彪的视频 其中也说到 说本来林彪 蒋介石也拉拢了他 为他服务 蒋介石 没把林彪给拉住 这个也是 损失也是很大的 所以说 他是出逃的这事情 很可能 蒋介石 他方面也许也有帮助 或者说 蒋介石 后来还有各种传说 老百姓方面 还有各种传说 林痘痘 很可能就是 他中毒比较深 然后 也都是林彪的孩子 林彪的孩子 可能各有各的个性比较强 还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就不能打承一字 也或者 也或者还有另外的一种原因 也许林痘痘是要 为了稳住共产党 这里面内部 稳住毛泽东跟周恩来